非常感谢费老师和蜜菲的一个介绍 然后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好 然后非常有荣幸 有这样一个机会 借助CinoEco这样一个平台 向各位我的师长 我的同仁以及我的同学们 然后介绍我们近期的 关于达尔文规划媒团的一些研究工作 刚才对于我的个人的一些经历的话 就是说尼菲老师已经给了一些介绍 然后我想强调的一点的是 其实今年的话应该是我和CinoEco 集园的第十个年头了 我最早参加CinoEco的活动是 二年一二年唐建吴老师和万世强老师 在荷兰大学组织的第三届 独继新年生态学者论坛 也是在这样一个论坛中 然后我认识了蒋林老师 并且随后进入到他的课题组 从事博士后的一个研究工作 同时在2012年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我个人的话 就是进入达尔文规划媒团 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一年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的话 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媒团 就是我们的研究工作 前前后后的话开展的 应该有差不多有十个年头了吧 然后针地这样一个媒团 我们试图从各个角度 各个侧面去尝试 有没有方法能够去调和这个媒团中 两个相反的假说 并以此为重点吧 就是说我们前世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但是说围绕达尔文规划媒团的工作 一直没有间断过 然后我们希望从不同的侧面 各个角度去探讨 这样一个媒团和解的一个可能性 在介绍我自己的工作之前 可能先要向同学和各位市长们 介绍一下什么是达尔文规划媒团 其实说达尔文规划媒团 这样一个假说或者猜测的话 隐藏在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 一个不起源的角落里 然后他可能总的达尔文 关于这样一个媒团的论述 总的也不到100个单词 首先就是达尔文认为 就是说一个物种的话 他如果需要在一个新的地方 去规划的时候 那么他必然要求 在这样一个规划地 他的非原产地 必然具有一些和他 在物种亲人关系上比较近的 这样一些本土物种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显然 相似的物种 应该是占据相似的环境的 因此对于一个外来的物种而言的话 他其实往往是更能够占据 那些被他的亲人关系近的本土物种 所占据的这样一个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将 因为这些外来种可能在他的原产地 就对于这样一些环境 有了一个预示印的一个过程 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就是说那么外来种 他应该是更容易入侵 被他的近原的本地种 所占据的环境 这样一个假说 现在被称为预示印假说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用这张图 去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有两个外来的物种 一个外来的物种和本土的物种的 起源关系非常近 另外一个外来物种和本土物种的 这个起源关系非常远 然后预示印假说 就预测 这个起源关系更近的物种 它更容易取得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话 达尔文强调的是一个环境 顾虑或者环境选择的一个作用 因为起源关系近的物种 应该是占据着一个 相似的环境的 那么这个入侵地的一个环境 应该和这个起源关系近的物种 它的原产地的环境更为相似 它的原产地已经有了 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 因此就是说达尔文认为 这个近原的物种 是更容易规划和入侵的 但是说当达尔文去查阅 那个欧洲的这些物种 在北美的这样一个规划的 这样一个记录的时候 然后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相反的格局 他发现 其实说在北美这些成功规划的 这些外来的物种 往往在北美都没有同属的 这样一个物种的分布 也就是说 在北美成功规划的这些外来种 往往都是那些和北美的 本身的本土种 很不一样的外来种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现象 然后达尔文改变了它 最初的假设 转而去认为 那些和本土物种 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 更容易规划和入侵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些 亲缘关系近的物种 比如说这些同属的物种的话 那么它们在行性和特征上 往往具有一些更相似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而言的话 就是说 一些近远的物种 往往会占据一些相似的生态位 那么的话 它们就会发生一种 强烈的一个竞争作用 竞争排除 会导致这种和本土物种 亲缘关系近的物种 不能够生存下来 然后简单而言的话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模式框架里面 达尔文认为 这个亲缘关系 更远的物种 更容易入侵 因为这个亲缘关系近的物种 和本土物种的话 它具有一个更相似的特征 可能占据了一个更相近的生态位 因而可能会发生一个强烈的 一个竞争排除作用 这样一个假说 现在被称为 达尔文科法假说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假说 综合在一起 就是说达尔文科法比坦 本质上探讨的是 究竟是这些和本土物种 亲缘关系近 还是亲缘关系远的物种 更容易规划和入侵 达尔文科法谜强调的是 一个亲缘关系远的物种 更容易成功 因此 因为它们可以很好的 规避掉和本土物种的 这样一个竞争的一个作用 预适应假说 认为这种亲缘关系近的物种 更容易入侵 因为这个亲缘关系远的物种 往往会不适应 这样一个新入侵的环境 会被竞争排除掉 所以说这两个假说 分别强调了 竞争和环境过滤的作用 然后分别预测 亲缘关系远 和亲缘关系近的 这样一个外来种 更容易入侵 当然的话 就是说 从达尔文最开始的假设 它本质上是强调的 是一种物种间的 一个亲缘关系 但是毫无疑问的话 就是说 这样一个集团 或者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拓展 就是说 不光光物种之间的 这样一个 亲缘关系会有影响 那么物种之间的 这样一个 性状的一个差别 它们一个天体的一个差异 它们的一个生态位的差异 或者它们的一个 竞争能力的差异 都会对生物入侵 产生一个强烈的影响 和复杂的一个后果 因此 从广应上而言的话 就是达尔文 其实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探讨的是 本土物种和入侵物种 它们的这样一个 生态学上的一个差异性 和相似性 是如何影响 入侵的一个结局的 由于这样一个假说的话 它隐藏在 物种起源 一个不起源的角落 在过去的 150多年里面 并没有引起 生态学家的一个 广泛重视 然后之所以在近些年 这样一个问题 被大家所重新认识 和广泛关注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源自于 关于入侵生物学 这样一门学科 应不应该被终结的 这样一丝论战 然后这样一丝论战 发生在 2010年左右 以Mark Davis 为代表的一个生态学家 他们认为的话 就是我们不应该 通过一个物种的原产地 去评价和评判一个物种 那么外来种和本土物种 它们其实在本质上 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入侵生物学 作为一门学科 然后是应该被终结的 然后这样一个观点 遭到了以Daniel Simploff 为代表的一个 生态学家的一个 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 那么这个外来种 和本土种 其实在生态学上 是存在这种 一些本质性上的 一个差异的 如果忽视这些差异的话 那么会带来一个 巨大的科学上的 以及政策上的一个风险 因此呼吁 那个入侵生物学 应该被终结的 这样一个论调 是应该被终结的 那么通过这样一次 争论的话 大家逐渐把这样一个 外来种和土著种的 这样一个比较研究 摆在了一个 入侵生物学 一个核心的位置上 因为如果外来种 和土著种 它真正的 不存在一个差别的话 那么就是 Davidson 那样的话 那么 入侵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完全可以归纳到一个 群众生态学界的 一个范畴里去 那么 入侵生物学能够 呃存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说 那么 必然 外来物种和土著物种 它是存在着一些 生态学上的一个差别的 那么 达尔文规划 主要是通过 比较成功和失败的 这样一个 外来物种和土著物种 外来物种 不同的 成功的 外来物种和 失败的外来物种 它们和土著物种的差别 然后就揭示这样一个 物性的机制 因此 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 很好的去揭示 达尔文规划谜团 以及它的一个 决定机制的话 那么 呃 这个可能 关注关系到 就是说 那么 呃 生 物种生物学研究的一些 本质的一些 科学问题 嗯 因此从 其实从1995年 呃 这个问题被重新的 提出来以后的话 就是说 这个 呃 谜团其实受到了 呃 生态学学家 尤其是入侵 生活学家的一些 广泛的一些关注 但是说 一个很神奇的 一个现象 就是说 呃 往往不同的研究 会得出来 呃 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说 呃 这里列决的两片工作 它们都是利用 加州的一些 植物开展的 然后 第一片工作 证实了 就是说 这种起源关系 越远的物种 呃 其实说 呃 越容易入侵 因此证明了 呃 达尔文规划 假设的一个 预测 下面一片工作 其实法 证明了这种 起源关系 近的这些物种 更容易是一些 bad levels 也就更容易 造成一些 入侵和危害 因此 反而是支持 预生假设的 一个预测 然后 呃 马克道特 以及我们一起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其实对 呃 过往的一些工作 最新的一个 疏敏和总结 就是我们发现了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 也就是说 大概三分之一的 假设 其实是支持 达尔文规划 假设的一个预测 然后三分之一的一个 研究是支持 预生假设的预测 而且还有三分之一的 研究 呃 两个假设 均不支持 因此 就是说 目前的研究结论 还是比较混乱的 我想这也是 为什么这样一个科学问题 被称为达尔文规划谜团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嗯 嗯 那我呃 其实说 呃 我们认为的话 其实说可能 呃 达尔文规划谜团 这两个相反的 这样一个预测 可能并不是一个呃 呃 彼此对立 或者说不可调和的 它可能 这两个 不同的假设的 它的一个有效性 可能是呃 在不同的呃 生态系统 或者不同的一个情形中 然后具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 适用性的 也就是说 和身其他的所有的 生态学问题一样的话 它往往是一个 contact dependent 一个问题 所以说 我们个人的一个 我们 我们主要的一些 研究工作室 主要是聚焦于 从不同的去侧面 去呃 尝试去和解 这两个 不同的 那个相反的一个 达尔文的这两个 相反的一个预测 然后我们第一 第一个研究工作室 主要是聚焦于 呃 入侵一个阶段的 一个探索和研究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说 生物入侵 它并不是 一个 一蹴啊 旧的一个过程 它呃 可以划分成 不同的一个阶段 比如说一个 未来物种 它需要成功的 入侵的话 那么它必须 先被引入进来 同时能够 呃 定居 并且形成一个 自我维持的一个种群 然后进而去呃呃 在野外发生扩散 以及对本土的 物种产生危害 因此 在不同的一个 入侵阶段 可能它决定 生物性成功的 机制是不同的 因此 达尔文提出的 这两个相反的假说 可能在不同的 入侵阶段 具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 呃 有效性 然后针对 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说 我们在呃 自己建立了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 控制性的 野外的一个 草地实验 我们通过 在这个样方里面 第一年 我们种植了 不同的一个 嗯 土著的物种 然后形成 不同的一个 土著物种的 一个群落 然后在呃 群落构建好 一年之后 我们将 这个外来 入侵物种 藤草 加入到这些 样方里面 因此呃 由于不同的 样方具有 不同的一个 土著物种的 一个组成 因此 它们和这个 藤草的一个 亲缘关系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此这就 有助于我们去 揭示呃 外来种和 土著种和藤草的 这样一个 亲缘关系 去如何影响 藤草 这个入侵种的 一个生长表现 然后我们的 研究结果 发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呃 我们把 当我们把 这样一个 样方 划分为 和藤草 亲缘关系 近的样方 以及和藤草 亲缘关系 远的样方 的时候 我们发现 呃 这个藤草 它往往 是更容易 呃 在它 与它 亲缘关系 近的 这些样方 里面定居 呃 表现为 它具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 呃 密度 然后有更高的 一个呃 幼体的 一个存活 但是说 呃 一旦 呃 呃 它成功 定居了以后 我们发现 它的 气缘关系 近的 这样一些 样方 里面 并没有 并不具备 一个很好的 一个生长表现 具体表现 它就 就一个 很小的 一个 个体大小 反而 在这些 气缘关系 远的 这样一个 样方 里面 呃 藤草 是比较 难以定居 的 表现为 它具有一个 很低的一个 密度 但是说 它一旦 它定居成功了 以后 它就可以 生长得 很好 具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 呃 物种的 一个定居 但是在 它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 生长和 扩散的一个 阶段 反而是 有 不利于 它的一个 呃 扩大 和它的 一个 扩散的 呃 因此 就是说 我们认为 就是说 在 呃 入侵的一个 早期 阶段 也就是 它的定居 阶段 就是符合 预适应 假说的 然后在 它一个 入侵的 一个 后期 阶段 比如说 它的生长 扩散的 阶段 它是符合 这样一个 然后这样一个 工作 其实是说 我们在 呃 一二年 就已经完成了 的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说 为什么 呃 我一直说 那个 Sanlon Eco 这样一个 平台 对于我 个人的 发展 然后去 取得了 一个很 重要的 一个 帮助的 一个作用 然后第一次 我参加 这个 呃 Sanlon Eco 举办的 活动 是 刚才也 提到了 说 第三届 的一个 国际生态学 的认谈 然后 呃 在这个 呃 论坛开始 之前的话 就是说 呃 唐建勇老师 做了一个 非常贴心的 一个工作 然后他是 让所有的 呃 与会的 这样一些 呃 师长和专家 比如说像 呃 陈吉全老师 蒋林老师 呃 洛一齐老师 然后魏晓华老师 呃 这些老师嘛 其实说 每个老师 分配了一个 学生 然后让呃 这些老师 能够关注一下 这些学生们 做的这样一些 呃 工作 同时呃 唐老师还 专门提到 应该 呃 鼓励这些老师和 呃 当时 当时我也是学生嘛 就是和学生一起 呃 吃个饭 聊一聊他们的工作 聊一聊他们的 presentation 然后当时的话 我就被分配给 蒋林老师 然后蒋林老师 给我的这样一个工作 提供了很多 这样的一个帮助 尽管这样一个工作 是一个很小的工作 而且就是说 呃 发表的过程中 也比较取决 从12年做完 到15年发表 嗯 那么很显然就是说 呃 森林一课这样一个平台 这样一些呃 非常呃 这些老师非常贴心的 一些安排和工作 对于我呃 尤其是说呃 对于我写论文啊 如何修改论文啊 如何去 有需要的开展研究工作 然后就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帮助的一个作用 也尽量要帮助 我在这样一个领域 然后逐渐呃 深入 然后去开展一些 更加系统和深入的 一些工作 嗯 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说呃 达尔文规划 领域创 主要是其实说 聚焦于物种间的 一个亲缘关系 但是说我们知道 物种间的一个 亲缘关系 只是说是物种间的 一个生态学相似性的 差异性的一种 度量方式 然后呃 随着那个功能 生态学的一个发展 呃 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 关注到其实说 关注功能性状 可能比呃 系统发育 其实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物种间的一些 差异性和一些 相似性 因此就是我们关于 呃 藤草的这样一个 入侵的一个研究 并没有停止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 从呃 不不一定从呃 亲缘关系的角度 而且呃 尝试通过 从功能性状的角度 去揭示这种 入侵那种成功的 一个决定一个机制 嗯 那么其实说 从功能性状的角度 而言的话 就是说呃 土著群落的一个 功能性状 其实是可以通过 连种方式去 呃 抑制外来 物种入侵的 呃 具体通过一个 生物对象性 去呃 去来实现 也说 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谓的一个 生物抵抗 假说 也就是说 生物对象性 越高的群落 它往往是更能够 比喻外来 生物入侵的 那么从功能性状的 角度而言 它可能存在 连种机制 弊种的话 就是说在一个 多样性高的 一个群组里面 它往往具有一个 更加一个呃 多样化的 这样一个物种组成 因此呃 往往说 从性状的角度 而言的话 可能不同的物种 占据了不同的 一个生态 性状 生态 的一个空间 因此 他们留给 外来物种的一个 可入侵的 这样一个空间 就会更小了 嗯 因此从这个角度 而言的话 就是说是 本质上是 由于 生态为互补 导致的一个 呃 群络的功能 多样性的一个增加 然后去抑制了 一个外来物种 入侵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而言的话 就是说 那么在一个 多干 多的 多样性的一个 群络里面的话 呃 其实它往往也会 存在着一些 功能性状 比较特殊 或者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就是更能够 抵御入侵的物种 比如说 它可能具有一些 呃 更高的一些 出高的物种啊 或者一些更能够 资源 利用效率更高的物种 因此 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就是对方性 也可以通过提高 然后群络的这样一个 功能性状的 对群络去抵御入侵 那我们呢 嗯 下一个研究工作 主要是通过 去揭示 呃 这两个工 那这两个基底 在那个生物章性 抵御入侵中的一个 相对贡献 来阐述 然后呃 生物章的一些 决定机制 然后同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 呃 控制性实验的一个平台 但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 增加了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呃 增加了一个 淡天的一个处理 我们主要是想考虑 在一个呃 全球变化的一个汇解下 然后对群性是否还能够 呃 依旧 能够有效的一个 抵御外来生物的一个入侵 然后我们的研究 就是发现 其实说 呃 无论是在有没有 但添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的话 其实说 对群性始终 是能够抵御入侵的 但是说 对群性抵御入侵 它其实是主要是通过 呃 三个方面去实现的 呃 一方面是说 多样性高的一个群 里面 它往往具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呃 功能多样性 表现为这些群 具有一个更呃 更加多样化的 这样一个 功能性状的一个组成 然后呃 多样化的这样一个性状 进而提高了这样一个 功能性状的多样性 进而会 一对外来物种的一个入侵 同时的话 这个多样性高的一个群 中我们会发现 那么其实说 这样一些具有一些 资源利用保守性的一个 性状的一个呃物种 其实是他们那个优势是更大的 具体会表现为就是说 在多样性高的一个群 中往往是那些 资源效率利用更高的 然后页面积更小的 同时它的一个 一片干物质含量更高的 这些物种占据优势 那么这样一些物种 往往就有一个更强的 比于外来物种 入侵的一个能力 同时的话就是说 呃 我们呃 已经很熟知的话 就是说 多样性和生产系统的生产力 或者它的一个生物量 就一个很好的一个 生产光关系 然后多样性 通过提高本土物种的 一个生物量 同时也提高了呃 它对群 群的对于物性物种的 这样一个抵制作用 因此本质上 我们的这样一个研究 发现其实说 可能相比于 呃 外来物种 土著物种 它们的一个性状差异 和它们的一个呃 气缘关系 可能本土物种的 一种功能性状的 一个对方性 以及它的一个 功能性状的均值 可能在这样一个 物性的一个体育中 扮演着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地位和角色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工作 是主要是关于 呃 群的动态的 就正如 嗯 大家所熟知的话 其实说 嗯 生物入侵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一蹴啊 就的过程 它往往会经历一个 漫长的一个 发展阶段 比如说一个物种 呃 从引入进来 到它真正的那个 呃 爆发和造成危害 往往可能短 短的需要十几年 长可能需要 上百年的一个时间 呃 因此 就是说 那么呃 在这样一个 生物入侵的一个 固态过程中 本土群中的一个变化 可能会对 呃 我们的这样一个 呃 对于这样一个 迷藏的一个机制作用 产生一种干扰的 一个作用 呃 这就是说 可能我们 会对 呃 目前的 这样一些基于 呃 静态的这样一些 格局的研究工作 需要 持一个审慎的 一个态度 那么 呃 比如说 呃 目前 呃 主流的这样一些 关于达文 工坏面团研究工作 往往是通过 这样一个野外调查 去实现的 比如说 我们去在野外 去调查一个地区 或者一个样方里面 他们一个外来种 和土著物种的一种 物种组成和取诺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样一个取诺里 往往都是这样一些 亲缘关系远的 这样一些外来种 和土著物种 共存在一起 这样一个现象 或者说这样一个格局 看起来是符合 达文规划假设的预测的 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一些 和本土种 亲缘关系远的物种 更容易入侵 但是说 这样一个静态的格局的研究 就是说使得我们忽视了 这样这个入侵的动态里面 这个土著群伦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土著群伦的变化 会不会逆转 或者是说 使得我们掩盖 我们所发现的 这样一个格局 背后的一个机具 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第二个问题 因为如果想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需要一个长期的 动态的这样一个入侵数据 那这样一个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在这个长期的入侵过程中 本土种是如何变化的 同时外来物种 又是如何变化的 那我们利用的是 Bear Small Succession Study 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研究平台 然后这样一个研究平台 是1958年建立的 然后从1958年至今的话 它是每两年观察一次 然后这样一个研究的话 其实是包含了石块量地 然后每个量地里面 包含了48个量方 然后它也是目前的话 就是说世界上关于 自身的这样一个 气根地的长期的研究研究的 一个最长的一个时间训练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训练里 发生了一个广泛的 一个外来物种的入侵 和本土入侵的 这样一个期待的过程 因此为我们去 产明这样一个问题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研究平台 我们首先 做的一个研究工作 是仿照以前的 这样一个研究方法 然后我们去做 比如说我们对 以外进行一次观测 比如说这里的话 我们拿2009年来举例的话 然后我们在2009年 然后对比较小的这个样地 进行了一次观测 我们会发现 这些成功的外来物种 相比这些失败的外来物种 它们和本土物种的 一个去源关系是更近的 因此这样一个现象 看起来是支持 达尔文规划假设的 一个预测的 但是当我们看 20年的一个 动态的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把 1989年到2009年 20年的数据 结合在一起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些 成功的这些外来物种 都是和本土物种 总是那些和土著物种 去源关系更近的这些 总是那些和外来物种 去源关系更近的 土著物种 更容易丧失和被替代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表明 其实说在外来生物入侵以后 它往往会被 和它去源关系更近的 这些本土物种 产生一个更大的危害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 顿态的一个格局的话 我们就说把达文 读化谜团 拆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关于 外来物种的一个 入侵过程 另外一方面是关于 一个在这个入侵过程中 本土物种的一个 丧失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发现 就是说在 生物入侵的一个 前期巨蛋 其实往往是那些 和本土物种 其源关系更近的 外来物种更容易入侵 因此这是符合 预生云假说的预测的 但是说当这些 外来物种成功入侵以后 它们会导致 和这些外来物种 其源关系更近的 本土物种的一个 丢失和灭绝 最终我们会看到 这些入侵物种 和它的一个 其源关系更远的 外来物种 共存在一起 这样一个格局 看起来是符合 预生云假说的 达文固化假说的预测的 那其实本质上 是符合 预生云假说的预测 同时加上了一个 本土物种的一个 非CG的一个丧失 因此通过这样的研究 我们把那个 本土种的这样一个 丧失的过程 引入到了一个达文 在这样一个 固化米的 那个研究空间里面来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 尝试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把现代物种 共存的这样一个 引入到达文 固化米的那个研究中 就是说现代物种 共存里面 自皮特切森 在2000年系统 提出来以来的话 就是说 在近些年 受到了一个 广泛的关注 包括前面的话 就是说 先从一刻 也邀请了 宋楚良老师 对于这方面 进行一些 系统的一个介绍 简单的而言的话 其实说 现代物种 共存里面 认为 就是说 外来物种 能否成功入侵 不仅仅取决于 外来物种 和独中物种的 一个生态位差异 也取决于 他们一个 竞争能力的差异 因为根据 那个经典的 一个生态位里面的话 那么往往是那些 和本土物种 生态位差别 更大的物种 更容易成功入侵 因为它 能够占据 一些 没有被 本土物种 占据的 这样一些 空余的生态位 也就是通常 我们所谓的 空余生态位 假说 那么就是说 现在物种 共存的理论 认为的话 就是说 那么不仅 这种生态位的差异 会决定 那个外来物种 的一个入侵 同时的话 就是说 外来物种 它和 它的一个竞争能 和本土物种 竞争能力的差别 其实也起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当外来物种 比土著物种 具有一个更强 的一个竞争能力的时候 它往往是能够 更容易成功入侵的 因此 从这样一个角度 而言的话 其实说 外来物种 能否成功入侵 往往是取决于 外来物种 和土著物种 它们一个 生态位 和竞争能力 一个综合的 一个差异的表现 因此 那么我们就认为 就是说 达尔文 不怕迷产 它能否 成立的话 这本质上 从现在物种 构测理论的 这个角度 而言的话 是本质上是取决于 物种 人间的一个 去源关系 是如何去决定 那个物种 人间的一个 生态位差异 和它的一个 竞争能力的差异的 那么如果 物种 人间的一个 去源关系 能够很好的 去表达物种 人间的一个 生态位的差异的话 那么在这个角度 而言 达尔文 这个画面团 可能是诚密的 因此 为了认真 这样的假设的话 就是说 当时我还在 它一个 市中心的一个 湖宫里面 去采了一些 淡水的一个 细菌的一个样本 然后 然后构建了 一个本组的一个群络 然后我们一共 包含了一个 八种 然后细菌 然后这样一些细菌 它们在一个平板上 具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生长表现 和不同的一个形态特征 因此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很好的 把它们鉴定出来 同时我们从 那个细菌公司 我们又买了 三种 那个 外来入侵的一个细菌 然后我们把它 当成一个模式的 外来入侵物种 然后把它们添加到 这样一个 本组的一个群络里面 去看它们的 这样一个 伸张表现 这样去揭示 然后物种 边的这样一个 情缘关系 物种的一个 生态位 和那个 经济能力差异 是如何去决定 这样一个 外来入侵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 伸张表现的 我们会发现 其实说 其实说 并不是所有的 外来物种 他们的一个 情缘关系 都能够去捕捉到 它们的一个 生态位差异 和食核毒差异 在我们也就在 三个外来物种 之中 只有 索瑞莎 这样一个物种 它的一个 情缘关系 能够很好的去表征 它们和 土著物种的一个 生态位差异 和经济能力的差异 对于 另外两个 入侵物种而言 它们的一个 普及的一个 关系 其实说 并不能够 很好的预测 外来物种 和土著物种 它们的一个 生态位差异 以及它们的一个 食核毒差异 因此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对于 这样一个 SRESHA 这样一个物种而言的话 就是说 它们的一个 入侵的成功 以及它们的一个 危害 可以很好的 用 亲缘关系去表征 对于另外两个物种 由于它们的一个 或者一个 亲缘关系 并不能去表征 它们的一个 生态位和食核毒的差异 因此 它们的一个 亲缘关系 也就不能够 很好的预测 入侵的成功 以及这个 入侵的一个危害 因此 就是我们这样的研究 证明了 就是说 只有 当物种间的 一个亲缘关系 可以很好的 去预测 物种间的一个 生态位的差异的时候 达尔文的这样一个 推测 才是可能成立的 因此 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研究 就是说 也同时 就是综合的 就考虑了 就是物种间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 侧面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我们也接续说 我们去研究 达尔文不放病团 不仅仅应该去关注 外来种和 草原关系的一个差别 也应该去关注 它们的一个 功能性中的差别 以及它们的一个 生态位 以及是核度的一个差异 通过这四个维度的一个 本土种和外来种 生态学差异的一个 综合的一个固扬 能够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去揭示 然后达尔文化媒体 展示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机制吧 然后我们最后的一个关于达尔文固化媒体的工作 也是我们最近开展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归于关于达尔文固化媒体的一个 维度制度格局的一个问题 最开始就是我们 就是说 细化了一下 就是说 本质上 达尔文规划假说 它本质上是强调了一个 种间竞争的一个 作用 预生意假说是强调了一个环境 对于这些样物种的一个筛选 因此 达尔文规划假说 预测是因为 静元种具有一个 更强的一个种间竞争 因此就是说 静元种更不能够入行成功 预生意假说就认为 就是说 那么预元种因为不适应 这样一个环境 有强烈的环境 过滤的作用 那么会造成这样一个 预元种更不容易入侵 因此的话 其实说 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 达尔文规划假的 谜团这两个相反的假说 他们的一个有效性 其实是取决于 环境过滤和种间竞争 他们的一个相对作用强度的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 环境基础假说的话 就是说 这两个作用的一个 相对作用强度 是往往取决于 这样一个环境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认为 在一个环境好的一个情况下 它可能是种间竞争 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 那么在一个环境差的 一个情况下 那往往是一个环境过滤 是代言的一个 更为关键的一个角色 因此 至于这样一个例 我们可以猜测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 它往往是符合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 它应该是更符合 预星假说的一个预测的 那么在一个更 条件更适宜 或者是更温和的 一个情况下 那这时候 种间竞争 可能是更敬业的 因为它可能会 更符合 达尔文规划 假说的这样一个预测 那么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 维度梯度上而言的话 但是我们通常会认为 热带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更适宜物种的一个深层和发展 因此就是说 那么那么在一个温带和寒带 一个环境 随着维度的一个升高 这个环境有一个趋于恶劣的 一个过程 然后因此我们认为 其实说在热带地区 其实说 种间竞争是更重要的 然后在温带地区的话 就是环境和寒带地区的话 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过滤作用更重要 这个也符合就是说 生物相互作用的一个 环境梯度格局假说吧 也就是说 在热带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其实说是 生物间的一个相互作用 起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推测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就认为 就是说达尔文规划米达 它应该是存在 一个明显的 维度梯度格局的 具体会表现在低维度地区 可能是更符合 那个达尔文规划假设的预测 那么在高维度地区 它可能是更符合 一个预生意假设的预测的 那么为了 验证这个假设的话 就是我们 采用了Growlove 这样一个全球的 这样一个 物种的一个规划 的一个研究 这样一个数据库 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的话 就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那么其实说 这个规划物种 它那个多样性 其实并不是 想我们看到的 那个本土物种一样 它具有一个明显的 呃 维度梯度格局 因为对于 本土物种而言的话 就是说 它的维度梯度格局 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为在略带 具有一个更高的 一个物种队长性 那么在 其实这纬度的一个 增加的话 其实说物种队长性 是在下降的 但是我们会 很明显地看见 其实说 呃 规划物种 其实是不存在 这样一个格局的 规划物种呢 多少 它往往是取决于 更多的是取决于 人类活动呢 比如说 呃 由于大航海时代 那么由于 嗯 西欧和北美 这种一个 强烈的这样一个 呃 贸易 嗯 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 呃 在日本 在新西兰 在那个 澳大利亚的东部 以及说 美国的一个 东西海岸 以及西欧 它们是具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 规划物种的 一个对象性的 但这可能是 由于这些地方 具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 贸易和世界范围 这样一个呃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 因此 从多样性的角度 而言的话 其实说 不怕物种 它并不存在一个 明显的一个呃 维度质图格局 但是说 当我们去考虑 那么这些 外来物种 和本土物种 它的一个 情缘关系的时候 我会发现 这样一个明显的 维度质图格局 逐渐显现出来 具体会表现为的话 比如说 在 低维度地区 也就是赤道地区 然后外来物种 呃 这些成功规划的 外来物种 和它的一个 本土物种 往往具有一个 比较 呃 远的一个 情缘关系 那么随着 呃 维度的一个 提高的话 那么外来物种 和本土物种 它们的一个 情缘关系 是在逐渐下降的 嗯 也就是表现为 在日带地区 是和本土物种 情缘关系近的物种 更容易规划 而在 呃 温带和寒带地区的话 是和本土种 情缘关系远的物种 更容易规划 而且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这样一个 呃 格局 并不是因为 本土物种 这样一个 呃 系统发育关系 和进化力 这导致的 当我们 呃 用零模型的方法 去控制住 这样一个 本土物种的 呃 它的一个 进化历史 和情缘关系 同时也控制住 呃 物种的一个 生物对方性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样一个格局 仍然成立 也就具体表现为 就是说 随着呃 呃 维度的一个 上升 我们有更高的 一个干领 会发现 呃 这样一个格局 更符合 预适应假设的 预测 而在 这样一个 低纬度地区 就是说 达尔文 呃 规划假说 它一个 成立的一个 可能性是更高的 因此 基于这样一个 呃 全球的这样一个 分析 我们这样一个 也就 结果表明 其实说 呃 达尔文 规划 民团的 这两个假说 可能并不是 相互矛盾的 而是会 存在一个 显著的 纬度梯度的 一个格局 呃 这就是 今天我想向 各位老师 和同学 呃 分享的 我们的一个 近期的一些 研究工作 总体上而言的话 就是说 我们从 呃 不同的侧面 和不同的角度 去呃 尝试着 去探讨 达尔文 规划假说 这两个相反 达尔文规划 迷团 这两个相反的 假说 它们和解的 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 这两个相反的 假说 并非是 不可调和的 而是说 它们呃 成立的一个 情形 情境是不同的 那具体会表现为 就是说 呃 不能的假说 可能在 入侵阶段 具有一个 不能的一个 适用性 同时说 考虑了物种 你的一个 功能性状 呃 可能会比仅仅 考虑 情缘关系 具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 解释力 同时我们需要 去考虑 这样一个 长期的 入侵动态 过程中 这个本土物种 它的一个替代 和丧失 这个情况 从这样一个角度 呃 通过 将达文 工厂谜团 拆分为 呃 外来种的 入侵和 本土物种 丧失 可能能够 更好地去 帮助我们 理解 这样一个谜团 内在的 一个决定机制 同时 这次的话 就是说 不光是 我们的 普系和 性能的 差异 我们更应该 去考虑 就是说 呃 外来种和 土物种 他们的一个 呃 清缘关系 功能性能的 差别 生态位的 差别 和 使合作的 差别 通过这样一个 四个维度 一个综合的 一个考量 能够 能够帮助我们 去更好地去 理解 呃 生态位 差别 的时候 那么达文 规划 假说的 这样一个 预测 才能够成立 呃 同时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 研究结果 也呃 呃 揭示了 其实说 那么达文 规划 谜团 这两个 相反的 假说 它的一个 成立的 一个条件 可能是取决于 环境条件的 那么因为 环境条件 存在着一个 明显的 纬度 贴度 格局 的话 那么 嗯 我们也 发现了 其实说达文 规划 跟两个 相反的 假说 它们成立 它们的一个 呃 试用性 也存在着 这样一个 维度 格局 表现为 在越高的 维度上 其实说 越适应 假说 成立的 可能 进成越大的 嗯 然后就是说 呃 我们也 一直希望 呃 这是一个 非常 小 但是说 也 相对来说 比较前沿的 一个领域啊 就是我们 也希望 一直能够 推动 然后 呃 我国 国内外的 这样一些 学者能够 呃 关注这样一个 领域 然后呃 促进 这个领域的 一个发展 因此我们呃 先后的话 也赚写了一些 中英文的 综数 然后对这样一些 呃 理论的研究前沿 和也就历史 做了一些概述 然后希望能够 扩张领域 然后吸引更多的 呃 学者 然后进入 这样一个领域 尤其是我们 年轻的一些同学 然后进入这个领域 然后呃 为这样一个 领域的发展 做出更多 更好的一个 贡献 其实的话也希望就是说 呃 通过我们近十年代 这样一些 促进的研究 然后也希望呃 和各位同行 各位老师 以及各位师长 然后进行一些探讨 然后呃 能够帮助我们 更进一步 然后去做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 以及更 呃 全面的一些 研究工作吧 同样 尽量为这样一个 领域的和解 然后提供一些 更好的一些 更系统的一个 可能性 呃 最后来要特别 感谢呃 我的博士生导师 舒仁正老师 以及我的博士后 导师蒋林老师 然后在整个呃 呃 我的研究生涯中 对我的一个 关怀以及帮助 也同时感谢 我的一些合作者 然后呃 包括我们学院的 和博士老师 和智杨生老师 对于我的一些 鼓励和支持 同时也感谢 SinoEco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对于我个人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 呃 帮助和支持 然后呃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我从 从12年参加 开放的会议以来 然后先后参加了 呃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然后我们SinoEco 呃 在美国生态学会上 然后举办的 这样一个聚会 通过这样一个 呃 形式 然后认识了很多 呃 呃 新朋友 也同时和我们的一些 市长 有一些深入的交流 然后这些呃 交流啊 这些 SinoEco举办的活动 然后 都给都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 和莫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最后呃 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呃 关注和呃呃 呃 感谢大家能够认真地听我讲了这些报告 然后同时呃 也欢迎在疫情结束之后吧 也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能够来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呃呃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指导工作 同时也感谢我呃 科技组的一些成员 然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然后最后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啊 与我沟通和交流 然后谢谢